下一節回來,會去到西貢鹽田寺 看看客家村屋的建築特色 為何會在旁邊伸展 因為節省了一半牆 建築時,第一 以及你是最親人 才可以在旁邊建一間屋 荒廢當年的村落 它的欣賞價值在哪裡 香港有不少客家村落 位於西貢的鹽田寺 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島最為人熟悉的 就是先後有兩個項目 獲得聯合過教科民組織 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接下來我們會走入鹽田寺 一連兩集以建築的角度 欣賞這個小島 今集先看看它的客家建築設計 我們是一個島 一個離島 大概1.5公里近西貢來這裡 面積大概是一平方公里 我們有300年歷史 三百年前我們泰公來到這個地方 做一個開墾 鹽田寺是一條客家村落 以曬鹽、暮農和捕魚為生 亦有自養雞和豬等等 早年島上住了二百多人 他們的居爽都集中在西南方的山腰上 而避開低處的海潮和暴雨氾濫 至於作業的地方 就是前面的開闊低地 整個生活空間被樹林包圍 形成了天然屏障 而村屋的朝向 都是坐北向南 冬年下梁是其一 第二,太陽 從早上由冬去南的時候 最多取得陽光 因為我們要曬很多東西 例如曬鹹魚、曬鹹菜 這裡的村屋 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 用不同的石頭來興建 難免沒甚麼設計或裝飾 偶爾會見到一些有小小設計 又或者用鋼金運營土建成 愛上鋪紙皮石的村屋 估計都是比較後期 大概五、六十年代 或者之後才建成 客家村屋通常都是兩層高 不如金字牙頂 兩種牙 一種紅色的牙大塊一點 小塊一點就是青芽片作為頂 大小而言,當年我們數幾條坑 通常是單數,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 二十一當然是比較大 芽片以堆疊的方式來鋪砌 可以防止漏牙 魚水又不會倒流入屋 不過現在要復修雅頂可以說是很困難 除了是懂得鋪雅頂的師傅越來越少 亦都因為跟維修費用高昂有關 客家村屋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屋前會有一塊平地 而矮駁圍住 客家人稱之為和堂 因為我們都會種植一些菊 在和堂裡面會曬菊、打菊 那條駁駁也能讓村民坐在這裡 乘涼和溝通 不過隨著社會發展 原有的產業難以維生 不少村民陸續搬到市區 又或者移居海外生活 當最後一戶村民在1998年離開之後 鹽田寺有一段時間變成了無人島 陳忠賢是第八代後人 亦是這裡的村長 六歲前他一直在鹽田寺生活 村長, 想問一下鹽田寺這條村 本身有多少間屋 以及它的分佈是怎樣的 是, 我們整條村 都有四十多五十間屋 我們有三房人 這四十多間屋分佈在新屋群、老屋 和小巷 小巷走進去兩旁都有一些屋 現在都倒閉了 我希望將屋建起來 像以前原貌一樣 為了重現昔日鹽田寺熱鬧的面貌 2008年尾開始 村長積極復興鹽田寺 開闢山路、復修部分鹽田 修復村屋等等 當中包括他在宜時的居所 我們房間的泰宮 就是在這裡後面有一間很長的門尾 以及青鑽 你看到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當年我爺爺有三兄弟 都是住在那間屋 到他們成長, 成家垃圾 就要向旁邊伸展 建一間屋在旁邊 三兄弟, 大的那個在原本那間 第二個兄弟, 我的爺爺 就在左邊 另外那個兄弟, 小的在右邊伸展 為何會在旁邊伸展 因為節省了一篷牆 你建築時, 還有你是最親的人 才可以在旁邊建一間屋 或者正正因為鄰居 同時又是親人 有足夠的信任度 所以這裡的屋 又別於市區見到的客家村屋 正面有不少窗 防禦性相對低 另外在大門的右下方 還開了一個洞 被貓狗出入 村長, 你已經住了一段時間 還記得以前的播局如何嗎 記得, 因為我們一進大門 通常左邊有廁所 給我們洗澡 右邊這裡有一個灶頭 後面擺柴 生火燒柴 有個大鍋給我們蒸東西 因為家人很喜歡蒸東西 炒東西 在前面那裡會有一間房間 通常爸爸媽媽住在樓下 另外, 我們因為信奉天主教 前面這棵牆 隔了之後, 上面也有一個聖母台 有兩支蠟燭 有些繩子在這裡 給我們供奉天主和聖母 至於我們六兄弟姊妹 都會在這條樓梯上去 住在樓上, 六兄弟姊妹 當然現在我將它打開了 比較光亮 以前是密實的 空間上面大很多 這個地方是很奇怪 因應時代和需求的轉變 今天的佈局已經完全不同 但是木門、木樓梯 以致部分木糧和雅片等等 村長都盡量保留下來 希望在新舊交替之下 仍然可以找到昔日的味道 村長, 為什麼玲玲細細 這裡有一塊的雅片是透光的 這個雅片以前都有 它是玻璃的 跟雅片這麼大塊一樣 用來透光, 我們以前也有 很聰明, 所以我都會保留住 在原有的雅片 幸好沒有難度 不過村屋數量不少 單憑他和村民的力量 根本難以在短期之內 復收全部村屋 最近就有大學學生來到島上協助 村長充當老師 教他們從零開始 拿回軟的石頭重建村屋 把傳統客家人建屋的方法傳承下去 多年來和村長一起努力 重建鹽田寺 成立鹽光保育中心的 還有舊村民 去邀教長陳子良 他說要體驗客家鄉情 不可以不去玉大橋 昔日鹽田寺資源歸佛 在未興建玉大橋之前 村民需要洩水去到較西州 開拓資源和間鑿 校長 這條玉大橋好像也有一段歷史 這條玉大橋本質上很難叫做橋 因為它本身是一條坊的結構 在1950年代初 我們這條村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當時有村民 因為這樣渡過海峽而淹死 這個小海峽雖然不深 最多是頸、頭、頭、那麼高的水 但如果搬那些農作物回來的時候 要舉高 要不穩就可能會趴在水裡 而去作業那些村民是女性 當時女性沒有一個會游泳的 不過由於當年村民 缺乏建築方面的知識 以及所用的材料有限 他們就敢在海上鋪石 結果導致橋的根基打得不好 經過不斷被海浪衝擊 以及海藏飄移之後 不僅僅橋營越來越彎 甚至到了70年代的時候 橋的中段下陷了 村民在政府和其他機構等協助之下 就在原本的位置上加建了第二層 從90年代已經有20年了 很有規律地,這樣就爆了 現在我們正在站的第三層 已經過了20年了 灣月對開那邊都爆了 去年才收好 第三層是全部政府建的 所以我們預計20年左右 可能又要爆過 不要緊,再維修過 因為那個基層那裡是這樣 我們尊重傳統也好 或者是比較簡化一些 解決問題也好 好像我們社會的建設一樣 都要尊重本來建設了的社會 然後逐步來去改進 除了濃厚的客家風情之外 鹽田寺也是香港早期天主教的 發源地之一 全島村民歸順天主教 下星期我們會看看 島上的教會建築物 如何將中國客家建築特色 融合在一起 下一節回來 來帶大家繼續游覽西貢鹽田寺 參觀島上的聖藥室小堂 以當年的工藝 這是屬於簡單的教堂 以前的建築 跟現在的建築 有一件最不同的東西 以前是材料貴,人工便宜 很多這些教堂有人工的味道 當中有甚麼設計特色 要修復它又有甚麼難度 要去鹽田寺 在西貢碼頭 乘20分鐘街道就可以到達 上星期我們就進去 看過客家村屋 和玉大橋的建築特色 今集再參觀裡面的教堂和學校 看看他們的設計 又有甚麼特別之處 鹽田寺聚居做一群聖塵的客家族人 不過在這個小島上 找不到廟宇、祠堂 反而見到在一個小山丘的山頂上 日立了一座屬於二級歷史建築的 聖堂, 聖藥室小堂 林舍玲是香港第一代保育建築師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 他修復過不少歷史建築 這一天他就回到鹽田寺 帶我們看看 他有份參與修善的聖藥室小堂 我們開始來的時候 這裡的地方都是巷廁 因為一個這樣的荒島 人們來這裡打窩心 於是玻璃槍就爛了 早在1864年 兩位意大利神父來到鹽田寺傳道 他們積極融入本地生活 尊重學家傳統文化 慢慢感動村民接受天主教 並且捐出土地來興建聖堂 以及給神父住的地方 1875年的時候 傳道的村民都歸順了基督 第一間聖堂 就在35號屋的後面 叫聖福藥室的遺址 最早他們可能是一間教堂 連同他們住的地方 由於那個地方後來就倒閉了 到1890年 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建了現在這個教堂 聖藥室小堂 據說是由中藏外方全教會的 神父所設計 雖然線條簡單利落 但厚重的長身 以至山牆、扶壁等結構 都呈現出典型 以大利羅馬式的建築風格 以當年的工藝 這是屬於簡單的教堂 以前的建築 跟現在的建築 有一樣最不同的東西 就是材料貴, 人工便便宜 所以以前很多這些教堂 有人工的味道 譬如這些小尖塔上面 那些批檔的裝飾 以前可以說很簡單 但現在我們沒有工人 可以做這些 不過聖堂也遊合了 中式元素的設計 例如西方天主教的建築 都是以東門為證 但客家建築都是坐北向南 於是聖堂就特地在南面 多開一道門 用的材料可能有青磚 有本地在沙灘執上來的本地的石 屋頂用客家瓦 甚至裡面的裝飾 用一些中國熊 這些都是跟中國或客家人的文化 有一個匯合點 不過由於聖堂在1948年 和1962年的時候 進行過小規模的維修 所以部分構件和細節也有被改動過 和最初的設計已經不同 例如加建了有風扇的鐵架 謝玲,你剛才提及過 在祭台上有機會 本身應該有一個玫瑰窗 是的,其實在教堂兩邊的山場 原本應該有玫瑰窗 跟歷史或建築格調研究 那個窗原本應該都是彩繪玻璃 那些光在朝早在那邊射進來的時候 通過了一個窗 通過了這個聖像室像後面 有一個神父的宿舍 在這個像的後面應該有一個洞 那些光就在那裡滲進來 朝早來到祈禱的時候 那個聖像後面好像整個光環一樣 就增加你的那種神聖感 另外還有一個用處 神父在宿舍也透過那個洞 看一看那些教友齊齊了 於是神父就可以開始禮儀了 聖堂內部貫徹撲實無話的作風 原有的祭台採用梵帝綱 第二次大公會議前的規格所建成 緊貼牆壁 中央放置了聖約室 手抱小耶穌的聖像 而祭台用到的紅色 以至於掛在聖像兩邊 寫有中文的旗幟 都令人感受到中西設計的融合 凡爾以後看法有點不同 整個匯眾天主子民都是這個教會 所以現在那個梨撒的祭台搬到中間 神父開梨撒是面朝的那個匯眾 所以在這裡既保留傳統拉丁尼撒的祭台 但是禮儀的改革 在外面做另一個祭台擺出來 於是又符合現代禮儀的精神 聚注後來鹽田子人去樓空 聖約室小堂的活動也近乎停頓 專長不希望放棄鹽田子 於是尋求教區的協助 最後在同位鹽田子舊村民 甚至名副主教的幫助之下 得到有心人的捐助 聖約室小堂於是在2004年 進行了大規模的修復工程 復修的困難就是有歷史的考據 策繪 要分析結構的狀況 要找出我們這個建築物 它有文物或者歷史價值的地方 還有一般我們復修這些地方 除了歷史的資料不足夠 也要訪問很多不同的人 要肯定我們是不是做一些不適合的 加改上去 另一個挑戰就是資金非常有限 但是錢不多也有個好處 做文物保育 錢多有時我們會帶來建設性的破壞 錢不多 我們只能做最基本的需要 未必是保育最好的方法 未必是復原最好的方法 但是在過渡期 我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好像山牆上面的玫瑰窗 他們只是打開其中一隻窗 同時由於歷史資料不足 他們只是雙上了一幅 全新主題的採繪玻璃 另外聖堂的黑雅波紋屋頂 雖然估計不是最原本的用料 大團隊見到它狀態良好 於是都流下來 只是又想防水抑膜防漏 以及將屋頂變成了磚紅色 進一步強化聖堂的存在 令人遠遠都可以見到 鹽田寺這個重要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做文物保育 我以為我們一次過可以復原它 其實文物的保育除了錢之外 還有歷史的資料 是要慢慢相負相成 所以做文物保育 我們懂得在哪裡停 這是很重要 復修之後的聖堂 不僅在2005年 獲得聯合國教訪民組織 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優異獎 亦都成為村民之後 復興鹽田寺文化風貌的推動力 令到這個島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教會當年也有提供教育服務 在聖堂下面的平地 就有兩間課室 情報學校在1920年建成 服務鹽田寺 以至附近小島漁民 以及西貢其他鄉村的小朋友 舊村民陳子良 一直致力參與復興鹽田寺 他久不久就會帶道上團 這間小學令他充滿回憶 這裡是我母校村的唯一間學校 一個老師教了六班 都在這個空間裡享受的 沒有壓力的,很自由的 雖然課室設計簡陋 很多,沒問題 現在其中一間貨室改建成文物陳列室 為了令建築物更耐用 除了室內加建了鐵架作為支餐之外 亦將原本的客家瓦片屋頂 改鋪成為纖維坑板 最近更加開始加建太陽能板 雖然加了太陽能板 瓦頂的古典味一定減少了 但這個取捨裡 我們都傾向太陽能板 其實大家都有責任 在地球的綠色化上留給我們下一代 這其實是保育活化的最終目的